好 社会焦点要来看到的是 警方在巡逻啊 抓到这个逃逸的移工 结果呢 进一步破获了赌博网站 新美社卢州分局的原警 在上个月呢 经过一处民宅 结果就发现了一名男子 他神色很慌张 上前盘查才发现 原来他是一名逃逸的移工 并且呢 也在他的身上 找到了安非他命等毒品 进一步来到他的住处来搜索 结果发现呢 这边竟然是一间 专门为越南人所设计的 赌博网站的机房 那么警方也立刻逮捕了四名共犯 并查扣了像是手机 还有电脑主机等等的证户 讯后是依赌博还有毒品罪协 移送法办 在这边看一下好不好 原警进行例行性的巡逻 看到一名越南籍男子 神色怪异 一查之下 发现他根本是一名逃逸一工 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 毒品啊 来 接下来 竟然还从他的身上搜到了毒品 这下警方不敢大意 因此要求到住处搜索 一踏入移工的住处 立刻看见一台台电脑主机 原来这里竟然是一间 赌博网站的机房 这是一个专门为越南人设计的赌博网站 可以玩俄罗斯轮盘 百家乐赛车等等 而机房就藏身在民宅中相当隐秘 进入各个楼层 都必须要搭乘特殊磁卡的电梯 主持人提供日薪 还有住处以及餐饮费给越南籍移工 警方除了立刻逮捕了四名嫌犯 并查扣手机电脑主机等证物 讯后并以赌博还有毒品罪嫌 将人以送网办 华日新闻中文杰李奇听新美食报道 下去